从我们就看到呢 身穿黑色上衣白色短裤的男子 在刑事局调查 就好以民署人员的层层介护下 一步步踏出这栋位在泰国的公寓 他就是88会馆负责人郭哲敏 因为涉嫌地下会对洗钱等 在去年为了躲避侦办潜逃出境 被发布通气 期间他在多个东南亚国家 刻意制造断点 刑事局最后确认郭哲敏躲藏 在泰国曼谷地区 请泰国警方协助查契 就在购物中心旁的一间公寓 顺利逮到人员听断最新说明 警方这次成功逮到郭哲敏 预计将在今天下午三点多 顺利压解回台将直接移送地检